Hello大家,我又回来了,那么今天呢,我们开始会继续讲这个DFS系列的题目,但是前几天我们都讲到了关于这个组合类的问题,那么今天呢,我们来讲一道就是关于这个叫什么permutation,就是排列类的问题的一道排列原位题。 那这道题目它是LECO第46题叫permutation,然后题目的难度是medium的难度,就这个近半年公司考察的情况来讲的话,除了flag,另外还有一些独角兽公司有考到这个问题,那么它的整个topic还是不变,还是一个回溯的问题,DFS问题,以及地规的这么一个问题, 所以它的核心思想还是跟之前我们讲的这个组合类的问题,它是蛮相似的,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它有哪些区别和相同点吧。 题目说给一个collection of distinct integers,什么叫做distinct integers,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这个set of integers, 它就是这个,它这个collection里面的每一个这个element,它都是独一无二的,然后呢,我需要return的是什么,所有possible permutations, 就是说要把所有这种排列的可能性都要去拿出来,那具体看一下例子吧, 例子给到一个input是123的这么一个rate,它它里面的每一个元素都是不同的,然后并且都只出现了一次,好,然后呢,它的output是什么,它如果是按照这个组合类的问题来解决的话,它output就是123,对吧,那但是因为它这个是一个排列的问题,所以 在每一位上面的数字的变化也会影响最后的一个output,也就是说,我123,213和321还有312这些都是不同的permutation, 所以这一点就要求我们做到一个什么呢,做这道题有一个关键词,叫做雨露均沾, 因为我们这道题就不涉及什么千军有啊,或者是这个绿沙表的问题了,而涉及到我要把每一个元素都要去取到, 好,那我们还是老规矩先画一个图吧,再一步一步来理解这题的意思, 我一样的用这个example123来做一个例子,那其实还是一个空级,然后size等于1的情况下,我有1,我有2,还有3, 然后size等于2的情况下,我有12,我有13,对吧,这个肯定是没问题,但是注意这边size等于2的情况下,以2打头的我有21,我有23,大家发现没有,就是在permutation这种类型,因为它这个order是有意义的,所以12和21它是不同的这个result,好,然后 最后,最后还剩下一个3,3的话就有31,32,这些呢就是这个permutation跟这个permutation的区别了,好,等于3的情况,我有123,132,我发现这个都是基于它上面那个父亲的那一步,12加一个3,以及13加一个2这样子, 那同样的道理,这边是213,以及231,还有最后以31为开头是312,32为开头是321,这样子呢就取到了这个6种不同的情况,然后最后这一层呢也就是我们最后要返回的这个结果,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有什么特征,首先它返回的结果就是 就是它就是每个DFS做到了这个最底层,对吧,因为它要把每个元素都要放进去,但是呢,每个元素都仅放一次,也就是我说的预路均占,那么除了这一点我们还发现它有一些什么特征呢, 它整个这个recursion的这个思路啊,还是跟那个combination是一样的,它还是要去走啊,一直一直往下走,走到最后一层 好,那这样子的话,我们每次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就是每次走的时候,它都怎么样了呢,它都去把这个,这个,这个叫什么,这个array里面的所有的element,它都去过了一遍, 然后把没有出现过的element加到当前的这个result里面去,就比如说我们到这一层一二是上一个传下来的,它的父亲节点传下来的,然后我们再follow一下这个array,然后发现三是没有出现在这个里面过的, 所以呢,我们再把三加上去,就完成了这其中的一个permutation,那这样子的话,我们发现的就是,我们需要一个类似于hush set,或者是一个那种boolean array的那种形式,来储存当前这个element有没有被取过,如果有被取过,我们就跳过,如果没有被取过的话, 我们就要把当前这个element放到整个subset里面去,好,那这样子大师的思路清楚了之后呢,我们具体用代码实现一下, 一样的还是有一个corner case,这个具体面试的时候不一定会真的有这么一个corner case,但是还是要跟面试官做一个交流确认, 然后,然后我们return一个什么,result,这边注意还是要新建一个result,作为返回的一个条件, 好,然后呢,照例我们要做一个DFS的call,return的还是result,具体我们来实现一下这个DFS的function, 一样的,我是地规第一步是定义,好,进来之后呢,我们有一个地规的拆解, 然后呢,有一个地规的出口,那地规的拆解呢,我们还是用一个for loop,注意这个地方,我们有没有index, 其实是没有的,因为每次我都要把这个整个array去便利一遍, 所以我这边就直接把它设成0,nums的lens,然后我们要干个什么事情呢,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, subset加上当前这个,然后dfs,然后subset再去remove掉,好,然后在这里呢,我们看到说它是这一个基本的形态,具体要不要做一些分类讨论呢, 那我们要,为什么,因为我们这边要确认一下当前这个element有没有被取过, 这边可以加上一个visited, 那如果取过的话,直接continue,好,这边我还是给大家个小问题,continue和break区别,这个之前我们讲过了,我这边就不说了,大家如果不清楚的话,可以往之前去找一下答案,或者在下面留言,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, 那如果我们把它加进去之后,自然这个visited肯定就要变成true了,因为我们已经加过它,除去之后,再把它visited变回force,好,这样子呢,我们出口是什么,出口就是我已经到头了,到头怎么表示,就是它这个array的lens和我取的当前的subset的size它是一样的,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subset加到result里面去, subset,是如意还是生拷贝,原因我们之前也讲过,如果不清楚的可以翻之前Combination的这个视频,应该是CombinationDFS系列的第二个视频,subset,好,然后呢,我就去返回,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往里填东西了,对吧,那它在参数有哪些呢,还是我们有什么,我们就往里填什么, 然后我要填进去最后输出来的一个结果,result,以及当前这一层的subset,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新认识的一个朋友,boolean array, 所以我叫它visited,好的,然后这个地方呢,我们要做一个, new一个visited, 然后它是刚好是等于这个array size的, 好,然后把这些空填进去, subset我没有new,所以这边要new一下, 我们可以把这个visited, 先初始化一下, 初始化就是都没有去到过, 好,这样子呢,我们把它都填进去了之后, 还是一样的,为了美观,我们把这个出口放到最前面, 看一下, 啊,这边有一点问题,第35号, 好,我们这边要common掉一些我们画的图, 第15号,第15号,第15号,第15号是, dfs, 啊,我这边没有填, 好,把它补充一下, subset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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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这样子呢,就通过了, 嗯,其实再总结一下, 这个permutation的题目呢, 这道原位题目, 它其实就是一个语录均沾的这么一个思想, 所有的元素都要去到前进去到一次, 而且注意它是有序的, 所以呢, 像123, 132, 这些都是不同的这个permutation, 那么它整个作题的思路呢, 跟这个组合类的题型是很相似的, 只不过组合类的题型它有一个特点, 就是它会用到一个index的这个参数, 就是每次根据题目的要求, 或者是取到绿查表, 或者是跳过绿查表, 或者是可以和前女友去复合, 但是这道题呢, 就体现了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一个语录均沾的原则, 就有点像皇帝的后宫, 那它的整个思路就是, 在这个昨天的这个题目的基础上啊, 它引进了一个visited boolean array这么一个参数, 去记录每一个元素在当前这个subset里面它有没有被取过, 那如果被取过了, 我们就跳过去看下一个元素, 如果没有被取过的话, 我们就要把它放进去, 然后这样子呢, 就完成了整个permutation的操作, 另外还要注意就是这个boolean在java里面, 你要写成这个完整的形式, 不能写成bool, 刚刚我就犯了这么一个错误, 另外就是还是要注意细节问题,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, 我们明天会讲一个草莓味的permutation, 然后大家先晚安啦, 我们明天再见, 拜拜!